自从杜兰特提出交易申请后 有多只渴望争贯的球队都联系了蓝网 寻求获得杜兰特的机会 比如太阳热火猛龙对于杜兰特都拥有强烈兴趣 当热火太阳猛龙纷纷被爆出想要得到杜兰特的时候 蓝网欣喜若狂 毕竟将其交易出去可获得很大的回报 还可以摆脱巨额的合同 多兰特本人自然是想要去争冠球队 毕竟他已经快到34岁的年纪了 个人的巅峰期已经没有几年 需要再夺冠军来提升自己的历史地位 特别是他离开勇士后 这支球队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再次打进总军赛并且夺冠 这让他的内心变得波澜起伏 这也可能是他想要离开篮网的原因之一 可热火和太阳均无法给到蓝网想要的筹码 导致了杜兰特迟迟没有被送走 这一步太阳队依旧对杜兰特感兴趣 但他们不愿意为了得到杜兰特 让本队变得一团糟 这也是说蓝网想要得到布克和多个首轮巡秀权 抗队不会愿意满足 毕竟靠着当下的阵容 太阳在上个赛季打出了联盟第一的战绩 不能够随意就拆开了 一旦拆掉就会破坏原有的化学反应 这可能要面临杜兰特伤病的不确定性 至于热火呢 一位东部高管说 如果洛瑞出现在交易的讨论中 那么热火可能处于让KD交易发生的领跑位置 你可以送出洛瑞 邓罗以及西罗 我不确定蓝网能够得到比这还丰厚的报价 同样如此 热火队想要得到杜兰特 也要拆掉原有的阵容 可杜兰特早前也就明确表示 自己想要和洛瑞 巴特勒 阿德巴约一起打球 送走洛瑞可能会让杜兰特产生犹豫心理 当这一切变得充满位置和不确定性的时候 勇士突然传来消息 根据媒体BR报道 ESPN的记者爆料说 勇士想要交易来杜兰特 而且愿意给出维京斯 普尔 库明加 怀斯曼的报价 毫无疑问 这个报价很有吸引力 对于这个消息 很多人觉得不靠谱 因为勇士已经重回正轨 2021年至2022年 赛季他们拿到了总冠军 以勇士目前的阵容 新赛季他们仍会是争冠的热门 根本没有必要为杜兰特拆散独冠阵容 更不可能为了杜兰特牺牲掉球队的未来 维京斯 普尔 库明加 怀斯曼是勇士的未来核心框架 据追踪报道 勇士消息的多位NBA记者的报道 勇士对于杜兰特的真实态度是库里等核心球员 并不反对杜兰特重返勇士 不过勇士管理层以及主帅科尔都没有 必要再来交易来杜兰特 因为现有的阵容更利于勇士的长期建设 从这个消息来看 记者的爆料并不准确 其所谓的勇士报价 杜兰特基本来自个人猜想 而非勇士管理层真的这么做了 那为何勇士的管理层不辟谣呢 答案就是不辟谣 反而对勇士更有利 虽然勇士不会真的去追求杜兰特 但这个留言能够起到台价的作用 有可能让其他的球队 为了得到杜兰特付出更大的代价 如此一来 杜兰特加盟球队的战斗力 也就可能被削减 比如太阳小交易得到杜兰特 那么勇士这个所谓的报价 就可能让太阳出更大的代价来得到杜兰特 那么即便太阳得到了杜兰特 整体的战力提升也是有限的 这对于勇士而言 无疑是有利的 就能够起来得到杜兰特加盟球队的战力